当时在博城只有一家 就是牧鼠家工厂 谁都想到这个工厂还上班 他那儿吧 特别热闹 每天都是上百号人 属于那种有钱人家族 一问七个老婆 我一个老婆 一个老婆 一个老婆 他算 算下来的一共是42个孩子 长期内战 塞拉利昂生产能力落后 整个小城仅有一家粮食加工厂 当时在博城 只有一家 就是牧鼠加工厂 谁都想到这个工厂还上班 工作 牧鼠是当地人的主要食物 因其加工简单 只需要洗净 搅碎 最后炒熟即可 这种现在就是已经很干了 而且这样干了以后可以直接吃的 饼干很干 像饼干一样的 之后把这个干粉加上牛奶 还有水 还有糖 这样的话就制成像营养品一样 可以给病人吃的 闻名十里八乡的工厂老板是这样的 先是见了工厂的大老板 厂长 我一看还真像个老板那样 这位是做一个小工厂的老板 这老头呢 人非常好特别善良 他是周围人 当谁有困难的时候找到他 家里实在无形 见不开锅了 你看我能不能安排一个人到这工作一下 他都能接受 在工厂里帮忙的孩子很多 经过了解原来这些都是老板的孩子 他那儿特别热闹 每天都是上百号人 我觉得家族是属于那种有钱人家族 一问七个老婆 我就问他 我说那个 你这七个老婆 给你生了多少孩子 他说 反正生了几十个吧 我就讲 我说能不能把你们家给招全了 连老婆带孩子 一块儿 咱来给你家给你个大合影 我说今天你给招全了 我给你拍一张大合影 留个永久的纪念 孩子们长大了 还可以看看 我说好是好 我说试着招吧 他就叫人 叫这个叫 叫了好长时间可费劲了 然后看着看 这么准备拍的 那个说 那个好像是他家孩子 那个是不是 那个 这是 这是 哎呀 发现那个孩子里 这个不是 就这么瞧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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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不愉快 不愉快 不然我就问他 我说你这孩子 一共多少孩子 算了半天也没算清个个儿 直到最后我们拍完照片了 我一个老婆 一个老婆 一个老婆 一个老婆的算 算下来呢 一共是42个孩子 我跟他说 我说你以后你记住啊 你一共有42个孩子 请大家关注野心微信公众号 让平凡的生活 不平淡